到了我们检验一周人气的时候了 那当然呢我们要首先看到的是 华语当中硬指标 那今天上榜的这些歌手呢 他们有一半都是带着自己的星座 来到了榜单当中 我觉得很多人很幸福了 因为有的人他们在筹备着自己的演唱 或是这个事业上的幸福 那还有的人呢 他们就是非常甜蜜地公布了自己的婚训 所以这些亮点 这些人气点呢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他们的这个竞争呢 也是相对激烈了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本周华语当中硬指标 前五名的歌手都有谁 华语当中硬指标 并列第五名和解 上方理由浪漫婚纱照曝光 与老公大秀恩爱 那个那边看到妻子 说婚纱什么感觉啊 妻子我怎么那么不习惯呢 特别的漂亮 特别漂亮 老公帅吗 可不 没错 没错 眼睛这两位满脸幸福的就是歌手和解 与真老公贺子明了 在北京炎热的夏天 和解与贺子明在郊外某摄影棚拍摄二人的甜蜜婚纱照 今天拍了一个马场 然后本来之前还要订去那个一个古堡 然后时间有点不太应许了 所以就到棚里面来拍 为了能更好的驾驭这件纯白色裸肩婚纱 使拍摄效果更加完美 和解可是在拍摄之前没少受苦啊 我告诉你哦 我真的一直在剪 可是就是受不下来 不是我觉得特别可爱 你不觉得吗 对啊 你看 我就喜欢他这种感觉 就是圆圆的 对肉糊糊的特好 负担 拍摄婚纱照期间 不仅大方地公布了婚期 还畅谈了两人婚后的家庭分工 以后在家做饭是你 一直都是我 那你刷碗之类的呢 洗衣服呢 洗衣机 那所有的家务扫地擦地 扫地擦地的话 他也没做 在同期出道的小伙伴们中 和解是第一个走进婚姻殿堂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就是一份迟到的幸福 每个人都有他对人生的规划 我这个规划呀 是在我二十三四岁就已经有了 人家说嘛 结婚是需要冲动的 如果你考虑太多的话 可能这段姻缘就没有了 我未来的重心会是这几块 唱歌 表演 家庭 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 华语当红印指标 并列第五名 五月天 上榜里游 回归鸟巢开唱 着手准备倒数第二张专辑 继去年创造两场近二十万人次的 演唱会票房奇迹之后 五月天 诺亚方舟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内地最终站 再次回到起点 在北京国家体育场 鸟巢盛大开唱 五月天的诺亚方舟系列巡演 已经走过四十多个城市 这次北京站已经是他们第六十七场巡演 在音乐上不断追求的他们 也要将这傲人的成绩 通过电影的手段记录下来 历经两年的拍摄 三滴演唱会电影 五月天 诺亚方舟 最近也要跟大家见面了 并且电影主题曲 伤心的人别听曼哥的推出 以为电影做出新人的宣传 演唱会结束后 五月天还接受了媒体访问 阿信表示 结束内地巡回后 将回台湾着手准备倒数第二张专辑 这时候刚出到的时候 我像是PRO一次 PRO是在他们的音乐生涯里面 共发行了十张专辑 所以如果能够做到十张专辑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已经是一个 追反的气图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有多少地方 所以续续往目标迈进 华语当红印指标 第四名 刘欣 上忙理由 冒酷鼠拍摄微电影 新单曲挑战摇滚曲风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刘欣以一身黑色 华丁皮夹克的造型 出现在了北京的街头 原来 她是在拍摄 由她主演的最新微电影 哈喽 音乐风云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刘欣 刚刚我们拍过了 一个模拟现场 签售的活动 等一下我们要去一个 小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继终